好 今年中國的選舉 中國因素依舊是大家非常熱議的 看到曹新成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是曹新成 他講說不台獨才會引起戰爭 所以應該要台獨 大膽的台獨 趙少康又一個很簡單的 四兩波監睛 他說好 現在是蔡英文執政 就直接宣布 你看會不會發生戰爭 我想說曹新成是真心輔選 還是來幫民進黨怎麼樣反輔選 那現在各地台南也有大陸戒選 現在是連兩岸交流會的理事長 都有十萬元交保 一樣就所謂免費招待的 關鍵字都是免費旅遊招待 幫特地候選人助選 嫌疑重大 那包括在嘉義翁崇軍的特助 說他也免費的招待人家 去對岸旅遊 翁崇軍說不是 這個人是志工 案情他並不了解 這幾天屏東的議長週點論的事情 大家說這個時間點 因為11月2號連署就結束了 怎麼會現在2月24號站台 25號你就把它關起來 所以有人家講說 有沒有可能就是上面的金流 你還沒有查 你都不怕那個時間點 你現在就抓人很奇怪 就時間點會覺得說 是不是跟選舉息息息相關 今天最新的消息 是北京當局 這個消息還是權威單位 入透社 他說有看過很多人看到 一個官方的文件 裡面洩漏出來就是北京施壓 我們的天團五月天 要求他們 因為他們前陣子在大陸 有假唱的風波 他們官方還沒有宣判 他們生死 他說你必須要在這次 台灣大選裡面 發表親中的言論 這樣子要強迫他們 但是今天剛剛我們播出之前 相關單位大陸的官方 或者是五月天所屬的湘辛悅 都還沒有回應 但是這報導裡面 路透社說 不是路透社說 路透社引述台灣官員說 對 是台灣官員說的 這個新聞是台灣官員說的 對 那裡面還說五月天已經拒絕 中國的要求 不是台灣官員說的 剛剛我聽到一個最新消息 是大陸官方 路透社台北記者發的 這一篇 對 那他消息來源是誰 我怎麼知道 現在一大堆反中的英文媒體 結果都是幫台灣官員犯消息 那這樣不是害死五月天嗎 這個事情不知道有沒有 現在目前大陸官方是否認 說沒有這位 可是大陸在調查假唱是真的 可是還沒有結果 還沒有結果 就是這樣 這個事情很敏感 我覺得這個亮哥講 觀眾朋友要聽得懂 就是說如果這個東西 從頭到尾 不是從大陸那邊來的 是我們台北的官員 告訴路透社的話 變成是不是 我們才是新聞的source 對 就借選的不是中國 借選的是台灣的官員 因為後來就變成就是 就是又在那邊 用這種方式來營造這個反中的水 因為Router就寫台北 他的英文就寫Router 然後寫台北 然後才開始寫這個新聞 然後他說 那個根據台灣官員表示 他不是說有人看過一個官方文件 這話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都是報導的內容 那可是其實 可是路透社這個大招牌 他敢這樣做嗎 還是人家交交給他資料 他就講 國外的大媒體 只要有兩個以上到三個 甚至是至少要三個 有關兩岸的新聞 很多source都是台灣放的 那國外媒體 他有的又不會中文 那他當然就會相信台灣的source 因為他也許大陸他進不去 這種情況非常的多 而且你也不要以為只有路透社 也有包括金融時報 那也有包括亞洲 Nike Asia 日經亞洲都有啊 現在還不知道真假 但如果他是我們的 一手主導演出來 假的的話 這種借選方式很可怕 因為你傷害的是五月天 他等於是要製造另外一個 周子瑜事件 不是嗎 你除非說最後選前一天 五月天站出來 跟大家道歉說 我們支持一中原則 我們支持國民黨 除非是這樣子 不然你這樣子報導 不是很奇怪嗎 現在離選舉還有16天 實在也不能夠知道說 到底會不會發生這個事 但剛剛亮哥講的 大家要參考就是說 如果到了選前都沒有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回頭回溯之後 這新聞到底誰放出來 那國際大媒體 他基本上他會希望 有三個消息來源 可以不據名 可是他有三個 比如說台灣的官員 他要問 五月天他要問 大陸那邊要問 三邊都confirm以後 就出這個新聞 但他沒有問 他有問嗎 我們路透社 我們那個要說我們先不用去糾結 路透社為什麼出這個新聞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就剛剛亮哥講一個重點 是真的還是台灣有人看到以後 把他引申出去了 因為五月天現在正在大陸 在調查所謂的假唱事件 阿信都有PO個文說 我都是嘶吼的 對不對 他是真唱 可是假唱事件還沒有處理好 也還沒有結果的時候 你突然出這個消息 好像就是說大陸要求五月天 必須要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以及統一言論 否則你的假唱調查會有問題 那這樣連結過去以後 就是施壓 好 觀眾朋友很簡單 都不用講那麼多 周子瑜事件會不會有二點零 就看五月天會不會真的在未來 十六天真的跑出來講 類似的言論 對不對 我們都是中國人之類的 因為他在大陸本來就不談政治 因為他在大陸 有很多的歌迷 辦演唱會 這種歌手 你看周杰倫 五月天 他們不會去講政治的 可是如果被迫要講政治了 甚至有更明顯的表態了 我們都是什麼中國紅什麼的時候 那再回頭看這個新聞 或許就不是無所本 我覺得現在先不用論斷 到底是真的假或是真的真的 不管是對岸或者是我們的官員 如果利用五月天然後造假 影響他們影響選舉 這個是真的很糟糕 另外一個農業部 這個到底算不算戒選 他在短短的一個月之間 從十一月底到最近 連開二十場 可能摳到週末沒開而已 幾乎天天開記者會 然後你看這記者會開的方式 感覺也要花不少錢 其中有一場 十九號的養豬協會的 這個理事長還特別講說 如果政策要延續好政策 就必須要讓民進黨執政黨 繼續執政才有辦法延續 然後有時候也會看到民進黨 要選的劉建國 我們這個立委出現在裡面 等於說你這個到底 是不是用公塔花了錢 而且很奇怪 你為什麼在歲末年中的時候 拚命開記者會 選錢 選錢 我覺得第一個消化預算 第二個是要浮選的問題 所以農業部之前也被講 說他們的媒體政策宣導 一年編了1.5億元 他說明年編1.7億 然後曾明中講一個我覺得最扯的 他說一百零九年 兩年前的這個相關的整合行銷案 金額六千多 其中有三千八百萬掛在審計部 到現在都還沒有去核銷 那你花錢把事情做好 那也就認了 可是有人調查 官司舉一個例子 說四大農民福利體系 包括農業植栽保險加保率 還有包括這個覆蓋率 參加率等等 數字其實都非常低 所以你花了錢 做了很多宣傳 不斷的造勢開記者會 但效果成績是不好的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坦白說 事實上借選的定義 是指大陸的力量進來 那這個就是我叫做什麼 政績的 服選 政績的宣導 不能說他服選 本來就有政績宣導預算 那每次都把用在這個時候 但你扣到六日幾乎每天在開 不然他變那麼多宣導預算怎麼續 如果支不到70% 那立刻就被人家扛掉 以前國民黨有這樣子嗎 一個部會每天開記者會 這個我不知道 可是有的人家會比較技巧性的迴避 比如說你怎麼不能只叫國民黨 民進黨的立委站台 國民黨的也來一下 當然啊 插話一下這樣 當然是這樣 可是這樣就好像沒有 好像肥水就流到外人田 可是國民黨來就白開啦 對啊 你講得真好 你講得真好 沒有他一定要讓他來 這就是平辦的標準 農業部他有預算 我覺得預算第一個 你要去檢討 他預算會不會太多 一億多對不對 有需要這麼多的宣傳嗎 第二個 你今天花預算去宣傳 每一場開記者會 你要去背後立法院去查 一場記者會可能就很簡單的 找個音響 然後找幾個人上來講講話 到底是多少錢 我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看到那個預算支出 如果太多的話 可大可小 有個幾百萬也是會有 第三個 你今天農業部要去講 你有做什麼 我幫漁民什麼 其實主要在雲嘉南高屏 這幾個地方 但雲嘉南高屏 現在都是民進黨立委 幾乎啦 可是也有國民黨的議員 或者是候選人 你要一視同仁的 除了政府告訴民眾 我們做了什麼 比如說石斑魚 或者這些什麼柳定什麼等等 你要讓所有人都進來參與 不要搞成是幫特定政黨 這樣子就可以 因為這是公務預算 這是非常清楚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戒選的定義 譬如說是不是 你去大陸接受過招待 其實招待兩萬而已 可是你被留下紀錄對不對 所以你回來台灣之後 就不能拉票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多可怕啊 那這麼多人去過大陸被 落地接待旅遊 那些人回來都不能拉票 是不是 都不能喊國民黨萬歲 不能喊民進黨萬歲 一拉票就被抓 一拉票就被抓 反勝後法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 戒選就是反勝後法 對啊 就是他樣態要講清楚 資助啦 他講資助 我跟你講啦 可是你和樣態要清楚 資助已經給你招待過了 招待兩萬啊 因為經過這一次之後 下一次大家會小心 但這個是新的狀況 我要請教委員 這個方案的樣態要說明 他有陸續寫出來 但是你現在才講 大家都覺得痞痞痞 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應該會非常精彩 國民黨立委王宏威 他今天爆料一件事情 他已經其實是分好幾次了 那他今天的錄影檔裡面 是顯示出來我們的這個 合作金庫 或者這些銀行裡面的官員 有講到說要幫忙 幫這個當時要選立委的 包括吳一龍 林飛凡 然後拖過卓榮泰 跟這一些公股銀行 請他們來協助他們貸款 那裡面還有人講到說 兩三百萬都是小錢 那林飛凡非常憤怒 連發了好幾篇 他說我從來沒有貸過款 我也沒有跟公股銀行貸過 今天就告 那下午四點他也告了 然後他說王宏威 包括卓榮泰提出來說王宏威 你秀出來的錄音 就是AI變造 這是中國界選 王宏威說 我的都是手機的元黨 怎麼會是AI變造 這請教我看 這事情真的就一翻兩瞪眼 因為洪威姐應該是有查證過 而且他有人跟他爆料 不然說實在 誰在那個信賴金融的群組裡面 其二 裡面 因為知道王宏威要開記者會了以後 紛紛 趙拉伯蕩大家都退組 那有什麼好退的 如果沒什麼事 我就是朋友大家咋咋高爾夫球 去爬山對不對 出去玩的 我跟林士兵有群組 旅遊群組我會退嗎 不會退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好好 跟大家講就好了 但是今天這個東西爭疊到說 林菲粉要告就說 到底有沒有 林菲粉說沒有 所以我覺得洪威姐可以去查一下 他的錄音 是不是真的有哪些地方 可能有 有沒有什麼問題的地方 我們把真相講清楚就好了 如果人家真的沒有做這個事情 也不要講人家 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阿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